好 大家好 我是紅茶 那我今天呢 要來升級潮質的五行 那潮質的話呢 我其實五行 我會想要把它用的是那個水的 因為呢 它水的五行呢 代表是它會有機率免疫所有的負面效果 但當然只是機率啦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是因為水在這邊喔 水是克火的 那有很多呢 只要是強勢的武將喔 都會搭配的是火的技能暴擊 那如果用水的去克制它的時候 傷害會非常的高 至少10%有 你只要升到六級的時候 就是20%的傷害 那到11級根本不用說了喔 30%的克制傷害 是非常的痛的喔 那話不多說 我們來試試看吧 那潮質的話 用水喔 它是能增加五降的免疫機率 那一級的時候就可以是10%了喔 那我剛剛好又有一個水的零食 也是免疫的 但免疫只加了3%而已 OK齁 那再來就用這個 二級是威 三級是勇 四級是智 五級齁 它免疫一樣加3%齁 那六級的時候呢 我進破不足 會去把 一些 那種藍色的啊 去把它拆掉 水的 好 這樣就拿到1400了喔 然後再來 好 第六級喔 它就五行客製 看上面喔 五行客製加20%了 第七級 第八級 第九級喔 第十級還是差了一點喔 那 我會之後 再把它弄到第十級 這樣子齁 就十級 這樣子齁 就十級了齁 十級後呢 它的 免疫齁是加到6% 然後 當前的屬性其實 威勇 預製都蠻多的 那重點齁 其實如果你升到十級後 你還有石頭的話 一定要再升到第十一級齁 十一級花600的魂魄 但是五行客製還可以多加10%齁 那這部分的話 我會再等 再下一次吧 因為我現在沒有 進破了 好 那 我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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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